歡迎收看今天的 我愛偶像 今天攝影棚非常的熱鬧 對 充滿了很多貓貓跟狗狗 好可愛喔 而且我整個人開始有點不專心 因為想要跟牠們一起玩 真的 因為那你有沒有看前一陣子 其實有一個蠻令人難過的新聞 你在說那個虐狗事件的事情 對 就是小白狗狗的事件 那時候那個新聞一出來 我覺得大家的反應其實都滿大的 都很激烈 對 都很激烈 包括我自己也是 因為那時候其實大家會一直 轉PO牠的影片 我看到大家在PO的時候 我其實是根本不敢點進去看 我也不敢 太慘了 真的 然後後來是不小心 就是點了 想說好不行 深夜的時候想說 不小心 對 就是因為不想點 結果深夜的時候看到的時候 不小心按到 然後它影片已經在跑了 我想說好 那來看一下好了 因為想說到底 還是要了解這個事件 到底多嚴重 結果一看完我差點沒哭了 因為我覺得實在是太 就是差點哭了 但是還沒哭 我忍住 你看完之後很久 對 看完以後心情很差 對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都在提倡一個風氣就是說 領養代替購買這件事的事 然後你養了就要不離不棄 對 那今天邀請了來賓 其實他們今天帶了 他們家的小孩子也是領養的 那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在這個過程的一些經驗 首先歡迎今天的來賓 五熊跟艾琳 歡迎 大家好 好可愛 那五熊先幫我們介紹一下 對 牠 牠是雅各 雅各 帥哥 所以牠是狼人 雅各 牠是聖經裡面的雅各 OK 我跟你講 你不是第一個問我牠是不是狼人 因為電影的關係嘛 對不對 好的 那也請艾琳介紹一下 你的貓咪叫什麼名字 下面這隻叫灰灰 然後下面這隻叫火山 火山灰 所以牠們是火山灰團體 火山灰團體 是因為牠們的毛色對不對 其實牠們是在中途之家的時候 艾琳媽媽就取好名字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把牠帶回來的時候 就覺得很適合 因為火山就是顧名思義很爆 就是牠會在家裡亂衝 就是衝我的臉 然後直接在上面爬來爬去 對 然後灰灰就蠻灰的 這個台語 妳是說牠很黑暗嗎 不是這樣 比較安靜就對了 就是牠有時候會很 有時候會胡鬧 就是很盧 就灰灰那種 所以我就覺得很適合 我就不改了 那為什麼一次領養兩隻呢 是因為牠們是兄弟或者是 牠們是兄弟 然後想要拆散牠們 第一個是不想拆散 然後第二個是說 新手貓奴 如果一開始養兩隻會比較好養 真的 因為牠們兩個又有伴 然後你出去玩在一起 對 然後你出去工作的時候 牠們也不會因為找不到你 然後就很寂寞 對 好 那除了五熊跟艾琳 今天都有帶寵物來之外 男子漢也有帶來耶 有五個人 可是我一波也有啊 沒有 我也有 不過我今天帶來是圖卡 因為我們家的貓太不受控了 太失控了 貓咪其實很難帶出門的 因為我一帶出門 牠們就已經開始 你知道很不安 抓我 會把那個指甲陷進你的肉裡 巴著你不肯放 這是我女兒 牠叫Homie Homie 因為為什麼叫Homie呢 因為我最喜歡的那個角色 新普森的角色叫Homer 然後Homer的小名叫Homie 對所以我取牠叫Homie 然後因為剛剛那個艾琳姐有講到 其實新手貓奴啊 養兩隻最好養 我以前都不知道 結果我最近養了兩隻雙胞胎的兄弟 小哥跟小迪 哥哥跟弟弟啊 我才知道 原來養兩隻貓那麼好 因為牠們會互相照顧 你看 睡覺幾乎都是黏在一起 所以你現在家裡有三隻貓 其實是七隻 因為我家是一二樓 這麼多 七隻 可是你的Facebook 都只有PO這兩隻貓 因為其實另外四隻比較不熟 是我跟我媽一起養在一樓 養在樓下 對 那為什麼只有這兩隻可以在二樓 因為 你差別待遇 沒有 牠們比較乖 牠們其實算比較乖 不過也很皮 另外樓下是真的是猛獸那一種 猛獸 亂衝亂撞 就樓上是可愛動物園區 樓下是猛獸區 就是會 就是半夜的時候會出去 能夠集結打拳架那一種 就是這種 回來都是傷痕 然後我都要帶去動物醫院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養的也都是流浪貓 一開始是 因為牠們後來就是繁殖 然後我就 就像三小貓一樣 對 對 很有愛心 師誠呢 有人坐不住了 坐不住了 阿咪老師 這是我愛一下的狗 你愛一下的狗 所以你有跟牠住在一起嗎 這隻狗狗 因為我都會 有時候會借助牠們家 因為這樣錄影方便 所以牠叫做 K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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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現在已經八歲了 八歲 看不出來對不對 童年狗 牠是長貓臘腸 只是因為夏天所以 有沒有剃短 牠好穩重的感覺 對 KIMI又名咪咪 你的狗現在幾歲 牠快四歲 雅各四歲 那牠看起來很老 滿成熟的 雅各成熟 很多人都以為牠四幾歲 現在應該是處在一個 精力旺盛的狀態對不對 對 而且牠今天其實一直跟 李玲的貓好像就是 牠想跟火山會玩 對啊 想要 想玩 可是因為牠們想玩的方式 好像不是 有落差 定義不同 所以牠們兩個現在很害怕 所以平常 五熊你的雅各在家裡的時候 會看到其他動物 會有任何的反應嗎 或是 其實會耶 因為牠是獵犬 所以對牠而言 這些都是獵物 所以牠在家裡也是很皮嗎 牠在家裡反而比較安靜 反而比較安靜 比較淡定 對 會做自己的事 然後有時候來撒個嬌 就是討拍拍這樣子 那當初是什麼樣的一個機會 讓牠可以到你們家裡 跟你們這樣變成一家人這樣 牠喔 牠其實是 自己跑來的耶 牠那時候才四五個月大 就有一天我開門 就發現牠就坐在門口 然後不肯走 不肯走 坐在你家門口這樣 對 因為我住一樓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 牠應該是有人養的 可是也沒有看到相圈 後來摸了牠幾次之後 有把牠講說趕走 牠又回來 那之後我們就想說 那給鄰居養好了 然後牠又回來 就是要找你 對 然後後來呢 就是我們想說沒有辦法 因為我那時候 本來不想要養牠 家裡還有一隻老狗 我怕牠們會打架 然後呢 牠那時候就很乖很安靜 然後我想說 帶去給那個 寵物醫院看一下 結果發現牠生病 掃一下晶片什麼的 對 牠沒有晶片 而且牠生病 是快要死掉的狀態 所以牠才會很安靜 所以牠那個時候 已經生病了 去找你的時候 對 然後我就想說沒辦法 你不可能丟著牠 對啊 就把牠醫好 那醫好也花了我 不少錢吧 快兩萬塊 然後就這樣 這算少了 算少了 所以還有更可怕的 就莫名其妙就養 其實我覺得狗 好像有個特異功能 就是牠們可以知道說 我現在的狀態 好像只有誰 可以幫助我的感覺 因為那時候 我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也領養到一隻 就是也是米克斯 牠算是貴賓跟雪納瑞的混種 然後我群叫黑豹 那時候我剛剛檢望牠的時候 牠肚子也是一直很 對 那一陣子 然後呢 可是那陣子我比較忙 所以我交給我老闆去照顧 照顧第二天的時候 晚上突然去掛急診 然後醫生說 牠其實牠生病很久了 因為流浪時間太長了 然後那陣子 大概花兩個禮拜時間要住院 花了也大概三四萬塊 哇 對啊 那那個凌凌 在領養這對兄弟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想說 連牠爸媽一起領養 那就是一家人 可是牠爸媽不知道在哪了 沒有 牠爸媽知道在哪 因為牠們的來源是 一個中途之駕愛心媽媽 先抓到了媽媽 再抓到牠爸爸 然後抓到媽媽跟爸爸 牠們大概兩天過後 因為牠那兩天要先把母貓隔離 因為其實牠們兩個的父母 都已經是流浪貓了 我們已經沒有太多的能力 去把所有的流浪貓都照顧好 如果再讓流浪貓生流浪貓 其實會很麻煩 對 所以牠就把母貓隔離 然後兩天後就帶公貓去結紮 然後公貓結紮以後 牠就想說好 那就可以把母貓放出來了 然後就被想到牠還有殘留的精子 然後其實牠們的爸爸是鼻毛 就是肚臍的同居人 肚臍就是有時候愛輪秀的一隻貓 肚臍是一隻貓 然後世文的那個學弟 大學生的梅的小兵領養的 然後待在中途之駕的那隻公貓 只四天後就被小兵領養走了 所以牠只待在中途之駕四天 就讓母貓懷孕了 哇 這麼厲害 神射手完全 神射手 重點是愛心媽媽不知道 因為牠覺得我已經結紮了 怎麼可能會懷孕 所以牠們的 牠們就是在有一天 愛心媽媽聽到哭聲 才發現小寶寶生出來了 就是這種 等到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生出來的時候 已經生出來 所以也完全不知道牠們的先後順序 牠也不知道牠懷孕 因為看不出來這樣 然後結果牠們生出來以後 我朋友就立刻打電話給我說 欸 我家的貓讓人家懷孕了 我說蛤 你不是養兩隻公的嗎 怎麼會生小孩 牠就說沒有 在中途之駕就已經懷孕了 然後現在五天大 你要不要養 然後我一看照片 我就立刻說好 然後我就養了牠們兩隻公的 對 我就等到牠們兩個月 脫離那個母 脫離母奶後就麻煩了 小姐養的寵物不愛玩具 冷靜性格跟主人一模一樣 我覺得我的狗算是很特利耶 因為牠很不喜歡這些東西 牠也不喜歡亂咬家裡 任何的家具跟所謂衛生機的東西 牠完全在掛玩具 牠就跟主人一樣 就每天都坐在牠自己的專屬沙發上 都這樣看著我 然後牠過來 牠過來就一直看著 老闆是不是 其實Jay的狗肉就是Jay 對 牠完全跟牠是 那五熊呢 雅各牠其實平常大小便是在家裡 還是說牠自己會外面 牠自己都是在外面大小便 所以我一天 牠會自己出去大 沒有 現在就會帶著牠 一天大概要三次的散步 對不對 然後牠在家裡就不會 所以牠會一直憋著 牠是不是之前也有一次 受到一個很嚴重的傷 是人為的 對 這真的還滿壞的 就是有人半夜的時候 用牽蛋 你知道 牽蛋 BB蛋那種 可是是牽蛋 對 而且牠的那個 牠甚至是可以打死人的 太過分了 打牠屁股 蛤 你們怎麼知道 因為早上大概六七點的時候 我們出門 然後發現牠就怪怪的 可是牠那時候就一直在隱藏牠的屁股 然後牠好像就在那邊偷哭 可是不敢求救 後來我摸牠就發現 欸怎麼地上怎麼都是血 有血 然後才發現 然後就趕快帶牠去看醫生 然後第一家醫生不敢幫牠開刀取出來 因為牠說裡面的傷口大概有六七公分 六七公分 而且差點打到牠的內臟 然後後來第二家就肯幫牠開刀 可是開刀之後又很難照顧 因為牠怕牠發炎 然後重點是牠那時候就會心裡受到很大的創傷 我們摸牠或是只要靠近牠的屁股 牠就會發瘋欸 牠就會一直哭或是想要凶人 然後那時候照顧牠又要擦藥 然後又要吃藥 牠那時候也不想吃藥就是很憂鬱 那好不容易就是過了兩個月牠完全好了之後 牠的心還是美好 後來醫生說牠得了憂鬱症 心靈受創的 牠還吃了抗憂鬱的藥 天啊 就很難顧 然後後來其實到現在 有的時候只要風大一點 牠就感受到像今天出門颱風 風有點大 牠就吹到牠屁股 牠就會馬上坐下來 牠就嚇到牠會有人要碰牠 牠以為有人要打牠的屁股 那你們那時候有沒有報警 有掉那個監視錄影器 可是其實看不清楚 而且沒有抓到 所以 這種人就是應該把牠抓起來了 強力譴責的那種行為 太過分了 真的 其實我覺得真的 要提上一個觀念就是 你可以不喜歡牠 但是你不要傷害牠 對 真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牠不愛你你也不要去 牠沒中牠 你不要去用人家 對啊 那你何必去做這樣的事情呢 沒有錯 其實不只是針對狗 我覺得貓或任何動物都是一樣 就是你不需要說 因為你自己的可能覺得好玩 或者是你覺得無聊的東西 去做這樣的事情 去虐待 我覺得那個尊重的這兩個字 其實是非常必須要讓大家去認同的 真的 對 那思成你在跟狗狗的相處上 牠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會有一點印象深刻的 比較好玩的 我都會帶牠去公園 但是 但是牠很怕就是陌生的地方 所以 其實像這種室內環境 牠都還好就是牠可以逛街 但牠只要一到公園 牠就開始往家裡的方向衝 就是你只要一到那個地方 然後想說 通常狗狗不是都想拚了命的往外跑 對 通常不是要帶牠出去玩嗎 但牠很奇怪 牠很犯場 就是牠只要一到公園 牠就開始往家裡面衝 然後我就要開始追著牠跑 你要去哪裡 然後結果發現牠已經走到家門口 所以牠也沒有要去外面大小便的習慣嗎 不用 就是你只要跟牠說這個地方是廁所 尿尿在這邊 牠之後都在那個地方尿尿 然後在那個地方大便 也太聰明了吧 這跟訓練貓是一樣的方式 對 但是我告訴你牠很奇怪 其實牠也不是很奇怪 就是牠很聰明 就是我們只要出去就不在家 然後放牠一個人在家裡面的時候 牠就會開始亂找地方上廁所 就例如什麼廚房啊 要不然就是房間啊 然後就會亂尿尿這樣子 就會故意搞你 餓著你 了解 不過咪咪有一次很賊 就是因為平常翔翔 翔蠻愛放屁的 然後那時候我跟翔 就是趁機爆料 我跟翔去師誠家 然後我們三個 我們三個坐在沙發上 咪咪在中間 然後突然聞到一陣很臭的味道 結果翔你幹嘛要放屁啊 結果 結果我們後來聞一聞 從咪咪的屁股散發出來的味道 他放屁股散發出來的味道 重點是 因為他放屁不會有聲音 重點是他默默地走掉 他默默地走掉 然後留我們三個在那裡 他超賊的 在講你放屁你還睡覺 中美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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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 就是這個無骨臉 然後他除了就是 有沒有其他怪癖啊 除了說會放屁 就是無色無息的話 他怪你什麼 Teddy 他睡覺一定要咬著他這個Teddy 咬著你 咬著他睡覺一下 哥哥已經被咬爛了耶 他咬著他的鼻子睡覺 他上面都是他的口水對不對 蠻香的喔 是香的 從他出生三個月 然後到現在 他同時也是香的 這就是那種 Baby從小玩到大的那種玩具 對 所以他會留著 那你有試著就是用其他玩具去替代嗎 沒有辦法 就是他很喜歡球 他只要看到球這種東西 他就會追著他咬 然後一定要帶那個東西回家 應該是每隻狗都喜歡球這種東西 雅各喜歡嗎 喜歡 他很喜歡 但是他睡覺一定要咬他 他沒有辦法咬球睡 他已經是他好朋友 對 那宜伯家的貓呢 你是不是今天也有影片 對 我也有影片 因為我平常很喜歡拍他們睡覺 因為我們平常有時候會心情不好 但是看他們睡覺 你不是平常 你是 Always 心情不好 我什麼都不是 對 好了 你要抱一下別人Facebook都看 你要什麼 心情 對 我們可以看一下 所以有帶來影片讓我們分享一下 對 我們看一下 對 真的雙胞胎耶 好可愛喔 白色鼻子 粉紅色鼻子的是弟弟 然後灰色 咖啡色鼻子是哥哥 是小哥 好可愛喔 小弟的耳朵都是這裡濕濕的 因為 他們還沒斷奶 所以都會互咬耳朵 對 他們還沒有斷奶 有時候哥哥會吸他的耳朵 然後弟弟就吸哥哥的耳朵 互咪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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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咪的意思 互咪的意思 跟大家說不說不說 我女兒的個性很奇怪 我猜不透她 看了 跟妳的個性很像 就不知道她 每天都 甩甩的不知道在幹嘛 怎樣 這是我的 是艾琳的 對 火山灰灰 在叫我 有Feel 火山灰灰 他們眼睛的 灰灰 可是他們喜歡睡覺嗎 非常 貓咪很愛睡覺啊 真的是可以睡很久 你們誰先坐下誰就可以吃 用獎勵的對不對 會不會坐下 Sit Sit 好乖喔 你坐下了耶 不是因為這個 這個影片好笑的是 因為我那時候 剛在交通人坐下的時候 你們要坐下 我怎麼講中文他都聽不懂 然後我一講Sit 他就坐下 然後我就把這個影片 放在我的Facebook粉絲專頁上 然後他從此就有一個綽號 叫國際灰 因為他聽英文 外國來了 國際灰 而且貓咪是真的很喜歡鞋子的味道 真的 像我家 只要有人來做客 因為我自己也養了三隻貓 然後只要有人來我家裡做客 拖鞋子 貓咪第一個就是先衝去聞鞋子的味道 為什麼 是因為味道比較重嗎還是 可能耶 可是我家的狗他很喜歡鞋子 而且有時候你給牠一個骨頭 然後牠很開心 就是咬到鞋子那邊吃耶 對啊 鞋子堆裡面嗎 對啊 牠就會過去 然後有時候會掉進去 然後就咬到牠 就在那邊這樣子一直吃耶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鞋子的味道比較 對啊 我們這一次也是 就是你只要零食 牠一定會 就是你給牠 牠就會拿到鞋子旁邊去吃 對啊 這會藏起來 那我覺得我的狗算是很特利耶 因為牠很不喜歡這些東西 牠也不喜歡亂咬家裡 任何的家具跟 所謂衛生紙的鞋子 牠完全不玩玩具 牠就跟人一樣 就每天都坐在牠自己的專屬沙發上 然後這樣看著我 然後牠過來 牠過來就是看著 老闆是不是 其實Jay的狗Loli就是Jay 牠個性完全跟牠 什麼人就養什麼樣的 而且其實剛剛 伊伯你剛剛的那兩隻貓 其實之前有發生過 就是牠們跑掉對不對 沒有 是我女兒跑掉 對 牠之前 因為我爸 因為我爸眼睛比較不好 然後有時候關門會不小心 結果那天跑掉 哇 我真的緊張死了 後面怎麼找回來 最後呢 是因為樓下剛好在放鞭炮 一樓在放鞭炮 發現牠原來在頂樓 跑到頂樓躲起來了 嚇到 就是嚇到又跑下來 我那天嚇死 那一天應該是我 這人生中最難過的一天吧 真的 最難過的一天 那還嚇到到處發傳單耶 真的啊 對 手機還不小心流出去 最近都有人打電話要來燒了 沒有 很奇怪 他流到自己的手機 我可以了解 因為當下如果你那個感覺 很緊張的時候 你真的是不管任何的方式 你都希望牠可以趕快回來 你知道那天真的是在拍偶像劇 你知道 我依稀記得 那天下了 其實載我回家 依稀記得 然後下那種暴風雨 你知道我真的有一點風 然後雨又超大 完了 貓不見 我就衝出去全身淋濕了 好厲害 你不是說開了一半 然後躲門而出這樣子嗎 對 真的是 因為我就接到電話說貓不見了 然後我先回家 翻箱倒過來要衝出去 回家全人都死 還是沒找到 結果隔天 就從樓下這樣自己走下來了 怎麼回事 怎麼樣 家瑋 他弟跟我爆料 就那天走失了那天 因為下雨 他有一個人在馬路上的淋濕這樣 然後一直哭 HOMING 有沒有 不是 真的 到底是誰有在拍你是不是 有沒有 偶像劇對不對 難怪他剛剛說是偶像劇 他第一次導演 他以為有鏡頭在拍他 沒有 不過我也被罵得很慘 因為大家就會說 你怎麼不顧好怎麼樣 因為我是很不提倡說 把自己的寶貝就是 關在籠子裡 因為就是對牠們也不好 對啊 雅客離家出走七次得仁騰 送回來時還附贈飼料零食 他離家出走七次 然後每次帶牠回來的時候 他們都超捨不得 然後我就很尷尬 而且都會每次回來 不是只帶狗回來 還帶一包飼料零食 他盛情相卷 真的得仁誠 不然是要送他的 這種感覺很奇怪 因為畢竟妳是公眾人物 然後他如果認出妳來想說 武雄就棄養他家的狗 又要把他咬得住 這誤會很深耶 如果到武雄剛剛那樣講的話 雅客其實在你們家 是可以自由進出的對不對 之前啊 那之前的時候 有沒有就跑掉過 有啊 有 有 他離家出走七次 七次 太多了 七次耶 他其實 他就是想當個 為什麼 我不是讓人 還是你們 他真的把你們家當中途之家 就啊 我生病了 然後歌曲旅行 好我來金主 對 沒有 因為他那時候也 就是他真的是剛來 可能還沒有認同感 然後他身體差不多好很多的時候 他就開始跑掉 但他不是掙扎 他是突然也都好好的沒事 他就無意之間 你就發現狗咧狗咧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其實第一次第二次我們很緊張 後來我們就想說 一定會找得回來 因為他每次都是在東湖那附近 東湖 可是妳已經住在山上 對 他跑到東湖去 對 就是大概他不見 兩天之後就有人打電話來說 你的狗在我們這邊 每一次都是去東湖 都是去東湖 會不會他前一個主人 是住在那附近啊 我也在猜可能是這樣 可是他感覺是被丟掉了 對 被氣養 對 然後後來第七次把他帶回來 而且帶的過程當中 也發生很多事情 好比說 就因為他很得人疼 他就是人家對就很可愛 然後呢 就會給他東西吃 所以其實 還好我會給他輸入晶片 要不然他就會被人家拿去養 帶走了 真的 因為他們都想養他 而且每個人都以為是我丟狗 就說 你如果不要養 我們可以幫你養 那也冤枉耶 被誤會這樣 超冤枉的 對 丟了七次了 每一個都這樣跟我講 我就說其實是他自己跑掉的 去玩的 對 然後也有那種 就警衛啊 或者是補習班啊 小朋友他們撿到他 然後每次帶他回來的時候 他們都超捨不得 然後我就很尷尬 而且都會每次回來 不是只帶狗回來 還帶著一包飼料 零食 盛情相娶 真的得人誠耶 我都是要送他的 這種感覺很奇怪 因為畢竟你是公眾人物 然後他如果認出你來想說 我什麼 就氣養他家的狗 又要把牠要回去 這誤會很深耶 所以他只是這樣 靠牠們來賺飼料費 真的太誇張了 雅各出去超冤枉的 真的超冤枉的 而且就真的有被認出來 然後還要跟我合照 我就這樣 我跟妳們講喔 五熊有個封號喔 因為我之前跟牠拍過的戲 牠可在兒童界 有兒童界林志玲之稱喔 對 所以我剛才想說 如果牠被認出來 那當下一定很尷尬啊 就想說兒童界林志玲 居然氣狗 對 所以我就要一直表現著說 暗雅你怎麼跑掉 就演一場戲 暗雅我好擔心你啊 就這樣 雅各自己亂跑 我們可不可以回家好嗎 但其實真的就是牠自己喜歡亂跑 對 可是第七次回來之後 我就跟牠講說 你是不是真的想走 如果你真的想走的話 我就跟牠聊心致力 我說那我可以讓你去 真的很愛聊 如果你覺得想留下來的話 你就不要再跑了 溝通一下 牠就再也沒有跑了 那還蠻有人性的耶 對 牠聽得懂你說的 對 那像剛剛姨伯講說 牠其實不喜歡動物 被關在籠子裡 對啊 琳琳妳的貓也是一樣嗎 就讓牠在家裡自由這樣子 對 貓當然啊 貓很少關家 關在籠子裡 對 對 但是因為我們出門的時候 我們會讓牠在房間裡面 不會讓牠在整個家亂跑 因為牠們兩個人有個興趣 就是去水槽裡面玩 就洗碗的地方嗎 真的 這下會太熱嗎 不知道 但是牠們又很害怕洗澡 所以我很困擾 所以就是說 我出門的時候 我要先讓牠們在房間裡面 但房間也算大 所以不會到太可憐 牠們媽咪好像喜歡那種 這也是一招 像窩的地方 對 牠們很喜歡凹槽 或者是凹槽的地方 因為像我的貓也是 早上起床要摔牠洗臉 然後牠就整個人 窩在我的那個洗手台裡 我想說現在怎樣 直接開水啊 好渴 我會直接開水 牠就會嚇到趕快彈開 因為牠們很怕水 對 可是如果你要放牠 在家裡到處跑的話 像那時候愛心媽媽 要把貓給我領養的時候 牠除了讓我牽領養的 切姊叔叔外 牠還有來我的家裡 幫我看環境 有跟我說這個窗戶 你要再多加一個安從窗 然後這個門你要怎麼樣 然後這個很利 你要把它弄一個什麼角什麼的 所以就是那種貼起來 像貼小嬰兒那種 所以其實我覺得 現在領養觀念還不錯 然後牠們也都會教新手貓奴 說你該怎麼做 然後讓牠們不要就是跳出去 因為之前網路上也是 還有滿有名的貓 牠就從窗戶跳下去就死掉了 對 所以其實要很小心 如果你讓牠到處跑的話 對 如果真的領養之後 一定要做到一個就是不離不棄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對 因為其實最近 OB嚴選有一個活動對不對 所以要不要跟我們分享 OB嚴選現在有一個很有益的活動 是愛心捐贈活動 沒錯 那每個人只要捐24塊 24 然後就可以任養 一公斤的飼料給劉王哥哥 對 沒錯 那剛剛其實我們看了影片上面 就是像玲玲的火山輝 牠們是會坐著 今天在現場 不知道服從性的部分 對啊 OB OK 牠現在已睡 可以 我試試看好不好 為什麼所有的動物都睡著了 是我們講話的 太無聊嗎 還是太無聊 我覺得牠可能覺得很無聊 沒假的 是不是該起床 不然讓牠們活動一下 試呈現 牠會什麼財意嗎 牠的財意 只有在有食物的時候 才會發 你已經有帶嗎 有 我已經有帶 好 OK 來 咪咪 咪咪 來喔 來喔 互動時間來囉 那這個才藝是什麼 牠這個才藝就是 牠會坐下 然後跟你握手 師誠快 你要看牠 可是坐下握手 不是很普通嗎 不是 但是你知道 對牠手很短 對啊 對牠來說一點都不普通 你知道嗎 鴨掃 鴨掃 跳起來 不要讓蠟腸跳 真的 鴨掃 有 好 給你吃 好可愛 好厲害喔 牠吃的那是什麼零食 餅乾嗎 對 這是狗狗的餅乾 師誠 我要跟你講就是 還有就是所有電視機前面 有養蠟腸的朋友 記得蠟腸狗 牠們其實牠們的構造 跟其他狗不太一樣 所以盡量不要讓牠跑跳 上上下下 因為腳嗎 對 還有脊椎 主要是脊椎 但是你無法預防 如果牠本身是一隻 開心或是脊椎的 所以你還是要控制一下 因為真的到老的時候 牠們脊椎很容易要 因為出問題要開放 牠很狠人 就是牠都會跟我 就是有時候會跑來跟我一起睡覺 因為牠很喜歡在冷氣房裡面 但是牠只要聽到 就是可能就是 叔叔阿姨回來 牠一吸引發 牠會直接從床上這樣跳下去 哇 那很危險 真的明明 能夠避免就避免 牠哥有什麼才藝呢 哥哥 牠哥開始了 牠已經先吃了 來 牠今天要帶來什麼才藝 來 我們來玩丑丑 哥哥你看 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 有 來 哥哥 這個不行去火山會呢 來 這裡喔 球球 來 去 哥哥姊姊 哥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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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要練子啦 好棒 真的很聰明耶 那艾琳的火山會 會有什麼才藝嗎 我只能試試看 因為其實貓很難練才藝 而且我跟你講 牠今天兩隻貓 可以乖乖坐在椅子上 已經很厲害了 已經很厲害了 這是一個才藝 我之前去別的節目 我只要帶我的貓去上各個節目 綜藝通告 我上到後面都只能推掉 因為我的貓只要一上節目 就是窩到不行 完全不跟人家互動 牠們會這樣 妳這怎麼用利用動物在那邊 我自己試料錢嘛 我的重點是想表達 就是貓你願意這樣出門 其實真的很厲害 對 牠們真的很不怕聲 牠們真的算很不怕聲 威威 這裡鏡頭拍不到 所以牠們現在要什麼才藝 因為牠們也只會坐下而已 聽到吃的東西 可是因為現在牠已經坐下了 寵物拍照技巧大公開 眾人紛紛發表心得 牠們很可愛好棒 然後跟牠講話叫牠名字 或者是給牠一點熱身 製造一些聲音 動物一定要聲音牠就是會 耳朵一邊動牠 對 耳朵一邊動牠 聲音在哪裡 然後你啪一瞬間你按進去 然後就會得到牠的那個 看見的表情 對 很會的 所以妳要跟牠拍照除非說 妳用臉拍 要不然就是妳用錄影的 然後妳在截圖 對 妳是牠們的方式 好可憐 因為牠們也只會坐下而已 看到吃的東西 可是因為現在牠已經坐下了 會不會 牠會怕 去吃 會不會 妳的最愛 牠的耳朵是不是折耳 是 牠是折耳猛 所以之前 因為之前那個 有一些網友看到我養折耳貓 牠們就非常反彈 因為折耳貓其實是一種基因 對 它就會認為說 你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你怎麼可以帶起 養折耳貓的蜂巢 但是我必須要說 牠們兩個的爸爸媽媽 都沒有顯性的折耳 好 我拉住妳了 對 因為牠們的爸爸媽媽的 折耳都是隱性的 所以在牠們懷孕 生小孩的時候 其實我並不知道 牠們並不知道生出來 會是折耳基因這樣 而且我們也是在 結紮的狀況下不小心懷孕 也不是刻意要抬植 那因為牠生下來 你總不能說 我不要養折耳 我就讓牠自生自裂 不可能 真的 但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 我反而可以分享一些 怎麼樣照顧折耳的文章 以及 就大家真的不要去花錢購買 就是抬植出來的折耳 真的 因為有一陣子 就是很流行折耳貓 所以網路上就貼了很多 折耳貓的影片 就變成那一陣子很多人去買 那你如果要去買的話 就變成商人 一定要故意翻吃這種貓 但是其實這種貓 牠們的壽命其實是會比較短 因為牠天生軟骨 就有一種缺陷 牠可能老了以後骨頭 或是什麼都會有問題 心臟也會有問題 眼睛也會有問題 所以真的很不提倡說 你刻意為了想要牠的樣子是什麼 然後你去故意去用那種折耳 但真的很不好 對 許多有毛小孩的主人 都會忍不住拿起相機 捕捉寵物最可愛的一刻 現在就讓在場的來賓 分享牠們幫毛小孩拍照的心得吧 好的 接下來就是毛小孩攝影大賽 但是平常大家都應該都有幫自己的毛小孩拍過照對不對 那有什麼訣竅嗎 艾玲 我覺得第一個是你要吸引牠的注意 這是第一個最大的重點 也許你用鼓勵的 然後跟牠說 妳好可愛 好棒 然後跟牠講話 叫牠名字 或者是給牠一點這個聲音 製造一些聲音 因為動物聽到聲音牠就是會 耳朵會先動一下 然後再看聲音在哪裡 然後你啪一瞬間就按下去 然後就會得到牠的那個 看你的那個表情 對 就得到眼神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會盡量比較低角度 或是跟牠平的角度去拍牠 這樣子就會拍到比較完整 而不是只是只有大頭 然後下面就是沒有身體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你拍牠的那個 平的那個角度 看起來整個就是會很可愛 體型什麼都可以拍得到 所以大概就是掌握這幾個訣竅 那我喜歡嗎 我覺得就是要讓牠們專注 因為牠們最難拍就是每次 要拍下去好可愛 結果牠們最難拍 對 都會這樣子 而且有時候拍照 你不能讓牠覺得你在拍牠 因為其實狗不喜歡拍照 真的嗎 我好像是因為那個 牠會照相會有一個光 會讓牠們會覺得 說閃光嗎 不是閃光 就是牠們會覺得有一個光波的那種 牠就覺得你要拍 牠們覺得不舒服 對 所以牠們會躲會閃 所以你一定要遠遠的先 慢慢的靠近 然後就再把螢幕拉大 要偷偷的 要 要 要偷偷的 就你不能說來 我們來拍照 這樣牠們就會這樣 又死不拍 那思辰呢 平常都怎麼幫牠拍 其實真的很難拍 就是到現在我都還沒有拍到 一張我覺得OK的照片 真的 這樣 好慘喔 牠都發現了 那你要輸咧 不是啦 因為我認識牠沒有很久 就是沒有這樣很久 對 就是真的很難拍 因為牠看到鏡頭 牠其實會躲的 牠真的會躲就像牠 就像我剛剛說的一樣 牠們好聰明喔 牠真的很會躲 所以你要跟牠拍照 除非說你用連拍 要不然就是你用錄影的 然後你在截圖 對 也是聰明的方式 好可憐 雖然牠算是新手 你們到底可以教教牠 那我們現在就先從拍 貓的照片開始好了嗎 那我們就看火山灰灰 可不可以當我們的模特兒 會 雅各 冷靜 雅各 雅各那不是獵物喔 雅各 乖 好 我覺得應該可以了 那我們的烏熊跟思成 也可以加入一起拍拍看 好 然後其實我 如果一開始要拍牠的時候 我會先 還是要協助一下 姨坡幫忙一下 等一下 我幫你 不要跑走好不好 揮揮 那為了寵物 大家全部都趴在地上 我是不是要 我是不是要過去跟著趴著 像跟妳講 待會拍照 大家為了吸引牠 就會有各種娃娃音出現 好 現在有食物吸引牠 牠應該不會想走 好 我可以試著拍拍看 通常你都會用什麼樣的角度拍牠 通常我會就是跟牠平視 視角 同伴視角 對 然後妳再幫我拿 好可愛 妳再幫我拿食物吸引牠的時候 會 其實聲音越怪越好 對 聲音越怪越好 然後妳盡量低一點拍牠 然後拍牠正臉 有 好漂亮喔 然後就有了 那思成試試看 看能到嗎 讓你拍拍看貓小孩 拿你的手機來 手機 你不要又給我用錄影想截圖喔 不行 不行 連拍 有耶 試試看 你要不要來這邊 因為牠現在拍著 所以其實你還是要跟著牠的頭 轉的角度去跟著牠拍 對 你要 這個模特兒呢 就是攝影師一定要配合牠 牠不會配合攝影師的 其實吸引真的很重要 吸引非常重要 可以用各種的道具 比如說玩具啊什麼的 微模一下喔 哎唷 有喔 微微 哎 自拍 而且你看 這樣也是一招 有有有這也是一招 這也是一招 可以耶 好的 待會牠們拍完的照片呢 我們會上傳到大衣幕 讓大家看一下誰拍的是最好的 是這個Kill喔 是你跟牠有點像耶 很可愛耶 五熊要試試看嗎 小蕙 我可以幫你顧雅各 小蕙 這裡 來 不行雅各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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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招可以喔 牠們有嗎 可以 有有 很可以耶 好可愛喔 小蕙 現在會有五熊試試看 小蕙 我發現一件事 牠跳腳 牠剛跳腳 可以耶 其實牠現在還蠻冷靜的 就還蠻好拍的 真的 好可愛喔 好的 那現在貓的部分都拍完了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我們待會要選一些好照片 讓大家看看 好 那我們先讓那個 明明 是 灰灰嗎 灰灰 那我們謝謝灰灰模特 接下來要換 換雅各 來 雅各 坐下喔 我拖八解開囉 好 我這邊會擋著 火山灰灰小心喔 趴趴 來 來 不行 來 爬下 有有有 同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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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你看 發臉被閒氣 不行 坐下 好 趴下 拍下 雅各真乖 哥哥 我覺得你們男子要應該要派一個人跟他一起自拍 對 對 不管你們單拍他這樣子 看不出你們的那個拍照的感覺怎麼樣 好 想想囉 欸 好像喔 王 狗不喜歡你 牠不是怕你還是不喜歡 你可能要從旁邊 來 挑一下 來 一博示範一下 來 來 他喜歡食物 還是我 他眼中是一塊豬肉的 應該是 好像喔 想說有食物吃了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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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食物就是主人 來囉 所以一博在眼中是食物 你要跟他一起入鏡 有辦法自拍 自拍 他不要 他很不喜歡人家從後面 側邊 對 你要跟他側邊 因為他屁股受傷的關係 所以他會拍 有有有 你現在才知道問題在哪裡 喔 有有有 有有有 有了有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 好 那先請各自 對 上傳一下 大家的照片 對 我們現在來上傳的照片 然後大家請先回各自的位置 這不太行 好的 剛剛大家拍照完了 我們現在也上傳上去 對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剛才大家拍的成果如何 沒錯 來看一下 第一張 來PK啦 這是什麼 這是家瑋在那邊亂拍 PK 這是我拍的嗎 這是我拍的 大家為了 這張不錯耶 對 絲繩類了 絲繩類了 絲繩是貓男耶 剛輝輝拍的 有 這張有 艾玲覺得這張拍的如何 很棒 很棒 貓男 下一張 下一張 謝謝 這張可以當他的宣傳照了 謝謝 我拍的 大猴接照 是嗎 我拍的吧 我拍的吧 超可愛耶 不得不說就是 雅各的輪廓很深 所以他拍都滿上向的 他真的無視角 對啊 無視角 下一張 好可愛喔 這是我拍的 這張也不錯 就拍那個 這算側拍吧 對 側拍的感覺 自然的 還有嗎 滿自然的 滿好的 喔 好看 不屑的眼神 不屑 雅各看到這一張吃醋了 真的生氣了 兩個不要生氣 吃醋了 我先幫你們進行一個隔離 很可愛耶 哇 好可愛 其實我覺得 五熊有點像貓耶 有很多人講過 我覺得妳滿像 看起來滿像貓的 那種靈性的感覺 不是說看起來 下次也可以試養看看貓 我很喜歡貓 可是我不能養貓 因為我會對貓過敏 牠會讓我氣喘 好可惜 可是我過敏超嚴重 一開始 我養牠們的頭兩個禮拜 我整個眼睛全部是腫的 然後不滿血絲 然後每天要打十幾個噴嚏 但是一個月後就好 久了會習慣了 不要而遇遠 完全不要而遇遠 會有抗體 會有抗體 我本來想說怎麼辦 然後結果後來竟然一個月 我現在一個噴嚏也沒打 很生氣 會習慣 可是我覺得氣喘的部分 我覺得還是要注意一下 對啦 氣喘 不要沒辦法 不要輕易地去嘗試 如果真的不行就不勉強了 對啊 好的 那剛剛看到的照片呢 其實我們也會上傳到 我們NTV的Fan page 那大家可以去投票 究竟誰在今天拍攝 毛小孩的照片呢 是最好的好不好 對 大家一起上去支持我們這個 剛剛拍照的這個活動 對 那其實像剛剛有提到 OB嚴選的那個 所謂的救助動物的一個活動 對 不欺養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襄盛舉 那還是要傳達一個 對 也請大家幫我們說一下 就是宣傳這種不棄養的活動 因為自己大家都有養毛小孩 而且都是領養的 對 都是領養的 幫我們講一下 就是領養的心情 還有一些要呼籲大家的 武雄先嗎 我先嗎 好 其實我自己也是很反對 去寵物店買狗的 因為當你知道 他們背後的繁殖場 是怎麼的狀況 你就會不忍心去買 所以對我而言 只要有寵物店 或是就是賣那些零食的 有在賣狗的店 我都不會進去買 因為我覺得 就是當你一個人開始 開始做起的時候 牠慢慢的生意不好之後 就會放過那些狗 一定的 一定的 但沒有利益之後 牠們就不會繼續想第一次 對 所以其實 真的要從自己做起 然後我很喜歡一句話就是 你簡單生活 就可以讓動物們簡單活著 對 我很喜歡這句話 是之前看一部紀錄片的電影 讓我回家 它裡面提到的 就有很多的反省 所以其實我很鼓勵大家 去看那部電影 因為我覺得 大家都需要再被教育 包括我們自己也是 對 林玲呢 再來我覺得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你不可以輕易放棄 因為很多人一開始 都會懷有很大的夢想 說我可以照顧牠 我可以養牠 或是你看到牠的時候 就覺得我好可愛 好想要就是擁有牠 可是在家裡面的時候 其實牠們有非常多很麻煩 以及你會覺得很惱怒的事情 這些都是你要給牠很大的包容 而不是說你一開始惱怒了 然後或者是你一開始 像我發現過敏以後 我的那個中途之下愛情 慢慢就很擔心 我會沒有辦法再繼續養下去 可是我就跟牠講說 即便我就是一兩年後 還是這樣打分替 我也還是會讓牠們睡在我身邊 所以就是當你要決定要養牠們 你一開始只有很好的愛心 那很棒 可是你一定要延續到最後 不然你養一半 然後牠變成是要再換一個主人 要再換一個環境 其實對牠們來說 都是心靈很大的創傷 真的 就像我覺得照顧牠小孩 就像照顧小孩子一樣 是 你必須要付出很多的耐心 對 他們都可以感受得到 那男子漢呢 其實我們一直都知道 領養帶一購買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我們一直也在提唱 那麼因為最近我們受到那個 馬來西亞的歌手 張淑辰老師的邀請 我們也也參與了一首 愛護動物的歌 給他一個獎 對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用音樂 然後來感動這些 可能本來對這個觀念 沒有那麼了解的人 讓他們了解 這個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 而且呢 就是我覺得就是沒有能力的話 沒有關係 那你也可以看看 就是周遭有沒有人可以幫你 就是領養你的小孩 就是不要把牠隨意的丟棄 因為這樣真的很不好 牠很需要一個家 牠需要一個溫暖 沒有錯 真的 而且我覺得大家其實可以 不一定要有品種的一個迷思 真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 米克斯啊 我認為牠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狗 真的 永遠都不會有任何一個人 跟你家的狗一模一樣 真的 所以說 米克斯也比較聰明 對 真的 這是真的 所以說請大家就是不要再有那種 也許很多狗會覺得很可愛 沒有錯 但其實 現在有很多的流浪動物 牠們真的很需要你的愛 那如果說你真的有那個能力 也想要養狗的或養貓的話 那你們可以到各個單位 去做一個領養的動作 而不要再做購買的動作 然後希望大家如果真的 你養了這個貓小孩 就要抱持一個 不棄不 不棄 不利 不棄不利嗎 不離不棄 不要棄牠 就要 不要棄狗 就要抱持一個 不離不棄 然後負責到底的態度 去養牠 對 還有一個觀念就是 如果說呢 你不喜歡牠 沒關係 但你不要虐待牠 非常重要 對 不要欺負路邊的流浪狗 沒錯 感謝今天的來賓 感謝男子漢 謝謝 分享 那我們玩偶像下一次見 拜拜 拜拜